今天呢 我觉得有一件对台湾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台积电 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这个晶圆场 今天呢开始举行移交典礼 然后美国总统拜登出席 我觉得呢 不但是美国拜登出席 美国的各方面 比如说美国的商务部长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州长 以及参议院议员凤凰市的市长等美国官员 还有苹果的执行长等等 都来祝贺 怎么说呢 我觉得其实在历史上 我觉得在台湾 这么多年以来 我是三年大概三年前来到台湾 我看到台湾的社会地位 在国际地位是不停的在提升 但是说呢 像这一次 就是台湾的企业 完全变成了一个 是典礼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美国的基本上重要的官员都来道贺 都来参加 这个呢 属于真的 这近代台湾的历史上 是少有的一个高光的时刻了 我不知道上一次应该算哪一个在台湾 受到国际上注目的事情啊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1995年的 李登辉前总统到美国的 这个科奈尔大学去演讲嘛 那个也是一个台湾非常引人注目的地方 但是那个时候 当然说美国的政要是都是没有出席的嘛 那么另外一个 当然台湾有民主化了 第一次政党轮替啊 在历史上 最近代史上有很多很多了不起的瞬间了 但是说能够把美国总统请来的 以台湾为主角的这个典礼 我好像在历史上 我的记忆是没有的了 那也就是说 说真的这一次 台湾在国际上能够提这么高 而且这是等于说美国人来邀请的 而且是对台湾非常感谢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台积电呢 可以让美国的制造业回归 可以创造美国的 怎么说呢 很多的劳动的机会 等等等等 这些事情的话呢 而且变成拜登总统的一大政绩 所以这个事情我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 当然在台湾有一些人在评论 在担心的啊 就是说是不是台积电会叫什么 掏空台湾嘛 就是把台积电搬到美国去以后 台积电的这个重要地位将来 就是中国再打台湾的话 这个美国会不会不管 我个人认为是吧 当然说这个国际社会上各种担心 这个是都有的 但是我觉得台湾要想走进国际会 必须跟大家交朋友 交朋友的最基本是互相信任关系啊 那么怎么说呢 第一呢台积电 他去美国 而且他将不久还去过日本嘛 那么也就是现在台湾是被全世界被需要的 然后呢 只要是你有台积电 怎么说呢 台湾有自己这个不停的向上进取的精神 自己开发 自己不停的提高自己的备利用价值的话 那他台湾当然是以后会的路会越走越大越宽的 其实我们这么想台积电能够领先世界 其实就是这十几二十年的事情啊 再往前 半导体最最早的老大是美国嘛 然后后来日本也是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也是在半导体产业产业也是领先于这个世界的嘛 但是说美国的垮掉了 日本也垮掉了 现在台湾韩国决几个 而且台湾呢 是更更遥遥领先的 但这种领先地位其实并不是未来永远的了 十年二十年之后 说不定也许就转到印度决 也许又转到什么东南亚 别的国家也不一定 也说不定又回到日本和韩国也不一定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是台湾要不停的提升自己啊 并不是说现在有台积电 我就捂着 我盖着 我藏起来 我谁都不给 这样的话 其实那如果说 你不跟大家交流的话 将来别人研究出什么超过你的话 那台湾就反而这个失去竞争力了嘛 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趁着这个大家被需要的时候 一个是广结善缘 另外一个台积电大概五六万人口 去这个员工嘛 去美国其实也没有 也就几百人而已嘛 而且台积电的生产的晶片 去美国也是只是生产的一小部分而已嘛 还有一个我觉得台湾 怎么说呢 这个电子半导体产业 其实很需要电和水的嘛 那么台湾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产能全部留在台湾 那与其去中国还不如去美国嘛 不如去去日本嘛 然后美国像拜登去年 这个最近这一两年他说过四次 说如果台湾有这个武力冲突的话 美国过来帮忙嘛 美国的会出兵 美国出兵等于说是要把美国的年轻人 用他们的鲜血来汉问台湾的民主自由 那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现在台湾 如果有拿一些美国可以 就是对美国有用的东西互相交流 我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台湾的台积电是一个好事情 当然台湾今后利用自己的这个勤劳勇敢 和这个聪明才智的话 能够开发出更多更多的东西来 永远的就是提升自己 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价值 这样的话台湾呢 我觉得会台湾的路会越走越宽的了 反而说真的有一部分蓝莹的媒体说 这个不能去啊 去完以后就什么掏空台湾啊等等 我觉得这种想法说真的 如果说或者是他的想法太狭隘了 或者说他的想法可能是别有用心了 其实最不希望台积电去美国去日本的 其实是中国嘛 中国希望台积电都留在台湾 或者台积电都把所有的技术都提供给中国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这点我就一定要认清楚 当然去美国 不管去美国去日本 台湾把最核心的技术留在自己手里 然后呢将来再继续提升 这个这当然这属于企业的战略问题 也属于国家战略的问题 这个也是很重要 但是说只要一去美国去日本 就说啊这是要掏空台湾 我是个人是反对这种说法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 怎么去美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么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江泽民吧 江泽民因为我毕竟在中国 这个当年十几年记者在中国 对江泽民相对还比较熟悉的 然后呢现在江泽民呢 他办了一场非常这个盛大的葬礼 在昨天 这习近平呢给江泽民致个道词 这个中国的连这个网络上 所有的怎么说都变成黑白的了 就是不管是你看电影啊 有的比如说在网上 你去买一些纪念品送给朋友 买一些礼物 因为黑白你都看没办法选了 还有是比如说像做菜的菜谱 照片变成黑白的了 那基本你看不到这个菜的颜色了 就是说大家觉得有的太过分了 江泽民虽然是一个国家领导人 但是说呃这种强迫全民 牺牲自己的生活来追追掉江泽民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做的太过分了的事情啊 那另外一个我们因为很容易比较嘛 就是说今年除了江泽民之外呢 全世界呢还去世了两位 非常就是大的历史这个政治人物嘛 一个是日本的安倍金三首相 一个是英国的这个 伊丽莎白女王 你看到这两个人去世的时候 虽然都各自有国葬 都很隆重的国葬 但是说也没有把这个人们生活 把网络上的所有图片都变成黑白的 也没有变成做的这么离谱的事情啊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很很清晰西的比较就是说啊 这个不管是安倍首相的葬礼 还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 都是全世界的这个大人物政要 都是全世界的大士 全世界各国都用各种形式表达了这种哀悼嘛 甚至派人来这个葬礼也是非常庄严肃穆的 怎么说呢 跟这个比起来 这次江泽民的葬礼 虽然在中国国内是做的超大的 但是说呢 和这个安倍和这个伊丽莎白比起来 他的就是在国际社会上的反应是非常非常冷淡的了 那个 在比如说日本的岸田首相 是发了一封这个调研的这个电报 有人说这发电报就可以了 但是说大家日本文化里边啊 这个葬礼是非常看重的 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最低的表现啊 日本人有词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叫村八分 什么叫村八分呢 就是说啊 如果这个人在村里面做了很多坏事 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 然后这村里决定呢 就是他们家 我们跟他村八分 就是说 在这个 人生中大事啊 有实践的话 有八件事 我们不跟他来往 哪八件事 这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写的有几种说法 但是比如说 这个嫁女儿 什么儿子娶媳妇 家里生小孩 家里盖房子 等 或者是这个播种的时候帮忙 然后收割的时候帮忙 还有什么过年 呃 作寿 这些事情 我们都不跟他来往 但是只有两件事来往呢 一个是火灾 一个是葬礼 就是说 如果他们家着火了 当然我们要帮忙去救嘛 因为这个一个人命关天 可能烧到人 另外一个 我们不救他这火 烧的可能烧到邻居家嘛 所以这家人 我们跟他村八分以后 只有火灾的时候和葬礼的时候 我们要表示一下 葬礼嘛 毕竟人死为大嘛 所以他们家有人去世的话 大家还是要去关心 去帮忙一下的 以此类就是 所以说呢 岸田呢 就发了一封 这个调宴的这个电报而已 但是说呢 25年前 邓小平 去世的时候 日本是葬礼的时候 是派了这个 乔本宫太阳倩国家主席 到中国去调宴的 所以 到中国使馆去调宴的 这个 所以说 跟这个比起来 的话 这是很冷淡的 就是而且呢 这西方的 邓小平去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在日本好像是 就是我记得 当时是去中国大使馆 东京中国大使馆 调宴的 日本民众还是蛮多的 但这次根本没有见到 这方面的新闻 应该按照 应该中国大使馆会有 这个调宴的地点啊 但是说应该日本人 现在 没有什么人去嘛 日本毕竟百分之八十九十人 是反对 这个 对不喜欢中国的嘛 现在 所以说 比起 就是说两年前 这个李登辉 前总统去世的时候 在这个 白金台的 这个台湾 这个台湾的代表处 前面排起 这个长龙的 非常长的队伍 日本政要都表现 都去调宴 比起来的话 江泽民是非常非常冷淡的 那么葬礼呢 其实呢 按理说江泽民是一个 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蛮大的 这个足迹的 蛮轻的一个政治人物 对中国对世界影响都非常非常大 但是说现在呢 大家不去调宴他呢 其实是不想不给习近平面子 这个葬礼啊 其实重要的不是做给这个去世的人 而是做给的 他的孝子就是半葬礼的这个人 我过去在日本当记者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有的日本的 蛮著名的当过某某大臣的政治人物 没有小孩 然后隐退以后去世之后呢 我们去他的葬礼的话 真的没有什么人来 人是非常冷清的 但是说呢 如果说去世的人 比如现任的某个大臣 他的父亲去世了 他的父亲可能就是一个农民 认识人也不多 但是他的父亲的葬礼的话 会车水马龙 各路人马都来调宴 为什么是给这个儿子的面子嘛 儿子现在是大臣嘛 希望跟这个儿子搞好关系 他父亲其实就是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农民 但是这不重要 但相反的话 如果这个大臣 他的小孩不争气 或者没有小孩 他这个退休多少年以后去世的话 他葬礼就很冷清 这就说明主要是这个办葬礼的人给不给面子 那么现在呢 呃 二十五年前 这个中国办葬礼的时候 还是江泽 这个江泽民是中国国家主席 所以当时的国际社会是给江泽民的面子 但是今天呢 大家是不给习近平的面子 因为习近平这几年 这个 倒行逆施 做了很多很多的 得罪别人的事情 所以说呢 大家觉得 呃 没必要 所以江泽民呢 基本上 怎么说 我觉得我 其实我个人印象 这江泽民 确实是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确实是 仗义在国际社会 反映这么冷淡 呃 其实我也觉得是蛮意外的一件事情啊 那么习近平呢 他把江泽民 办的 仗义这么大呢 其实呢 呃 怎么说呢 实际上是为了表现自己啊 他把江泽民提的越高 他自己就更突出 呃 比江泽民 就是说 自己 我主持仗义 我要比你还高嘛 就有 有这么另外一个 毕竟江泽民是整个的共产党内的 这些 所谓的掌扰这个派系里边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那么江泽民去世之后呢 以后就没有 就不会有人再说哎 我是江泽民的人 我跟江泽民关系很好 打着江泽民的旗号 在党内串联 在党内一些 对习政权不满的势力可以纠结的 所以说江泽民去世呢 就彻底走入历史 这个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对他这个一统党内的一统江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那个重要的事情 另外江泽民呢 他代表两个两个是一个江泽民是代表中国的改革开始放时代 一个是代表国际社会上的这个闷声发大财的时代 江泽民有名言叫闷声发大财 其实就是全球化时代 大家呢 不问这个政治思想 不问这个价值观 而是呢 我们只要能合作 我们就发财 这是冷战之后 到这个2018年的这个美中的贸易战开始之前 新冷战开始之前 全世界基本上是持续了30年的闷声发大财的时代 那江泽民的去世呢 其实就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也结束了 闷声发大财时代也结束了 今后的国际社会又重新回到了这个怎么说呢 价值观的对立问题 也就是民主对独裁 而中国政政 又其实是否定了江泽民 把中国重新带入了毛泽东时代 好 先讲到这里 马上回来 好 我们继续报新闻吧 今天有一个消息是赖清德副总统确诊 在官邸隔离 然后呢 他和这个蔡英文总统呢 好像在前一天 见过一次面 开过一个会议 然后现在呢 蔡英文总统这个身体刚好 我看到这条消息是怎么看到 我今天看手机 看这个中国的新闻 突然间中国的媒体把这件事报得很大 比如说这个赖清德确诊 然后蔡英文也危险 等等 从这个角度报 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 首先呢 中国 在中国来看呢 就是现在 就是中国一直封这个 这叫动态清零的政策来控制嘛 所以说 在中国来说 大家把确诊 还看作洪水猛兽 在中国人的价值观 而且呢 这个 怎么说呢 在中国的消息尽量往下压嘛 所以说 在这个 赖清德一确诊 然后这个马上说 又联想到 这个蔡总统 可能也要确诊等等 他 按他们的讲话的逻辑 就是一定是 干了很多坏事 所以遭到报应 是从这种 幸灾个祸的 这个角度来爆调新闻的 所以说在中国 现在这个 虽然 动态清零 现在渐渐在缓和 但是说 大家对这种 疫情的 因为共产党长期的 做的这种 虚伪的宣传 所以说 很多大家对疫情 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所以说 我觉得 这条新闻呢 在中国当作 非常大的新闻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或者说 蛮值得注意的 一个现象吧 那还有一个呢 我在台湾的网上呢 就还看到了一些 就是说 这条新闻下面 跟着留言什么呢 说毕竟是打高端的 看高端保护力 还不行等等 所以说 我觉得 在台湾啊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现在台湾应该 已经有几百万人 确诊了嘛 在这种 这么多人 确诊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说 打BNT的 打莫德纳的 打AZ的 有的是人 就是打完以后 确诊 但是说 只要是这些 著名人物 打过高端的 他一确诊 马上就说 高端不好 那别人去 打别的疫苗 确诊的话 绝对不提 就是台湾有一群势力 只要找机会 就来黑高端 就来抹黑高端 我觉得这是一个 怎么说呢 非常奇怪的现象啊 按理说真的 台湾是 这场疫情之中 台湾是自己研制出来 自己的台湾产的疫苗嘛 自己就偏偏说 自己的东西不好 日本呢 在这场疫情 日本政府已经拨了 两三百亿日币 是台湾的好 十几倍的钱出来 但是说 到现在为止 日本的疫苗 自己国产的疫苗 还没有开发出来 你看日本的媒体 都是在问 这个日本政府 为什么还开发不出来 这个国产疫苗 怎么说呢 跟着相对比 台湾自己有 有疫苗 但是说呢 只要有机会 就马上借机来打压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台湾特色 其实也是台湾的悲哀吧 那么我们再讲到 当时说 该副总统 这个现在确诊 会不会影响民进党的 党主席选举等等 这些事情呢 我也不太知道 反正就是说 这个现在民进党内 一定是紧锣密鼓的 各路势力 在这个党主席 这个党主席选举之前 在非常忙碌的时候吧 这个赖副总统的确诊 确实可能会有一定影响吧 那么我今天想讲的呢 是这个有关黑道的问题 就是排黑 这个怎么说呢 本来呢 这次是因为这个台北市的 这个中山松山的 这个立委补选 讲完的立委补选呢 由这个国民党的参选人 王洪威和这个民进党参选人 这个吴一农 这个两个人竞争 但是说呢 国民党参选人的 又一直猛攻 这吴一农呢 是这个黑的 就是有黑 民进党的黑道治国 又跟黑道有关系 借此呢 这个选举来进行 选举的一种攻防吧 这某种影响 也叫抹黑嘛 就是说 说真的 我觉得这次选举 九合一选举 我们见识 见识到过去台湾的选举 就是互相抹黑 是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打法 那么这次我们看到 也是比立期选举 比起来 这次的九合一 可能更加变本加厉 那跟他比起来呢 我觉得这次呢 黑民进党呢 觉得 你既然说我们黑道 那么我们就 把这个 怎么说呢 设定一个 叫排黑修法嘛 就是以后 凡是有黑道的人 都不能出来选举了 然后呢 听到这种说法呢 这个国民党呢 其实怎么说呢 不能说有黑道背景 就是说 在过去混过黑道 有这种黑道历史的 或者被别人 指出是黑道的人 的地方议员里面 国民党要远远多于民进党嘛 所以说民进党 借此机会 要把这个排黑条款 推出来 我个人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不管 你自己 互相这个抹黑 说的是真的假的 不好说 但是说 能把台湾的政治里面 把黑道的势力 清除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 是一个造福全民的 一件大好事情 所以我真非常希望 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 包括这个时代力量 民众党 大家一起 最好用这个全票通过 然后把黑道排除过去 为什么这么想呢 我觉得这个呢 我这次来台湾 包括我以前在台湾 这个看台湾有关政治方面报道 我都非常诧异的 就是说台湾的黑道和政治的关系 太密切 就是说好像是 没有社会对黑的 反黑的这种声音 并不是很强烈的 因为在日本的话 你只要一个政治人物 只要你跟黑道 黑道日语叫Yakuza 就是黑社会 或者是广义的讲 叫反社会团体 有一点点关系 就是哪怕是你跟他 比如一起吃饭 被别人拍了一张照片 这个上网之后 这个你要说清楚 你说我不知道是黑道 或者我不认识他 这个你要说 很多就是说 要费很大力气解释的 但是你一旦没办法 没有拿出一个 让大家可以信服的说法 那你的政治生命就完蛋 这个不光是政治人物 包括演艺权 包括运动员 只要是射黑 就是坚决的 这个就会被主流社会 完全排除出去 这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是呢 这是多少年以来 日本的也是修法 日本有个法律叫 这个暴力团对策法 或者暴力团排除法 排除条约 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中央政府 有地方政府的 然后呢 还有企业自己策定的 就大家一起来拒绝 这个黑道 其实呢 日本的这个黑社会是 应该是在亚洲 是非常赫赫有名的嘛 我们看到很多的早年的 这个关于日本黑社会的电影嘛 就是在日本的电影的 几大分类之中 有那个所谓的 黑社会亚古萨的电影 是怎么说呢 是一大分类之一啊 早年像高仓健啊 等那些硬汉的 这个电影演员 其实都是演过黑道的 然后呢 他们就是各自抗争嘛 在在广岛啊 什么在大阪啊 什么就是说 黑道之间的有 或者有内讧 或者有分裂 或者有抗争 这个有很多很多的 这种故事啊 还有一个电影叫 极道的妻子们 不知道就是 就是黑道的 太太专门 这个叫嘉田庄子 一个著名作家 他经过长年的采访 就是嫁给黑道的 这些女人们的故事 也去编个小说 也去拍个电影 这也都是非常火的 但是到90年代之后 特别是日本的 这泡沫经济结束之后 就是说黑道 因为比较嚣张 有的时候 我记得我还很小 我好像是上国中 还是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个黑道抗争 就是说 把这个 打错人了 杀 本来是要杀 另外一个黑道的老大 结果杀了一个 跟他长得差不多的 一个民间人 就是一般人 然后他葬礼 黑道还拿了很多钱 大概几千万 或者上一日元 去赔赔偿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新闻 然后呢90年代初 这个板神大地震的时候呢 还有黑道出来舍舟 等等的 就是说 就俨然成为社会的一分子 慢慢慢慢就变成合法化了 所以说呢 当然说他们 毕竟黑道嘛 黑道是以这个恐吓 暴力 或者这个骑诈骗 为方法来这个 维持生计的嘛 所以说黑道做大 这个绝对是 对日本社会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 日本后来呢 就开始 通过各种各样的法律 来限制黑道 就是说 黑道基本上是 这个收保护费的嘛 那么就是说 首先这个店家 你不许交保护费 或者是黑道 比如说还有到 就是他们经常是闹事 是到股东总会去 就是我买一点点股票 我成为一个某个大公司的股东 然后每到股东会 我进去以后 我去闹场 闹场以后呢 当然这个企业的为了社会形象呢 可能就在 我说我去闹场 但是说呢 你如果事先给我拿多少钱来 我就不去 用这种方法恐吓 但是说 后来日本就是针对这些方式 就一步一步的完全给你用法律 给你这些漏洞全部堵死 这些事情都做不成了 然后呢 日本的就是 大的企业 比如说电视台 包括我们报社也一样 都签署了一个叫做黑道 这个排除宣言 就是试约书 我保证我们企业 绝不跟黑道有任何关系 所以说这样下去呢 比如说银行欠完之后呢 黑道就没办法银行开账号了 他也没办法用这个银行做生意 也不可能从银行贷出款 所以他买汽车啊 买这个房子啊 都要现金 那另外一个黑道去做生意的话呢 这日本的大的企业 都不跟你来往的话呢 你做生意 就是说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你这个演员 歌星 或者是这个运动员 你跟黑道关系的话 那你就不能上电视了 电视就不让你上了 所以说从这种情况下 这个黑道慢慢慢慢被排除 我记得是大概90年代的时候 日本黑道差不多 最多说有10万人 现在呢应该还有2万多 就是这二三十年 一路打压下来 日本的黑道是减少的非常非常多 那么到底谁来界定是黑道呢 就是说日本呢 中央有中央的公安委员会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公安委员会 这公安委员会是当地的 士绅啊 名士组成的 像什么医生啊 律师啊 大学教授啊 还有一些那个百年的老店的那种 的这个经营者等等 这些人呢 他们是社会地位很高 社会的名义 非常有荣誉感 所以这些人呢 是受大家尊敬的 人士 这些人 他们呢 是由这个当地的知识 就是市长 或者是这县长来提名 由议会同意 然后他们组成公安委员会呢 是他们主要工作 一个是监督警察 一个是帮助社会维持治安 那这些公安委员会呢 他认定 就是黑道啊 是属于组织行为 就是我一个人 我说是黑道不行 就是我后面有个组织 这些组织人 他们是以黑道的名字 拿出来吓人骗钱 恐吓别人的 所以说呢 其实要特定这个组织是 或者这个企业 或者这个组织是黑道 其实并不难 然后找到一定证据以后呢 由这个公安委员会来认定 说这个组织 或者这个企业就是黑道 然后呢认定以后呢 然后大家就一起来排除它 这个多少年以来下来 比如日本有一个那个 综艺节目的非常有名的艺人 叫这个岛田申柱 岛田申柱就是因为 他在日本当时主持很多节目 基本上电视上 你没有看不到他的一天 但是就因为他和一个黑道 在几年前 他跟一个黑道老大两个人 一起打高尔夫球的一个照片 被媒体登出来了 登出来以后 然后他就彻底的 被排除在媒体圈 就永远追 就永远不回去了 所以说 那个自从那照片登出来 他马上召个记者会 道歉 然后就离开演艺圈了 所以说是这么绝对的 那日本的政治人物 是绝对不敢碰黑道的 那当然 所以说我到台湾看到 什么黑道的葬礼 黑道的这婚礼 蓝绿双方的政治人物 都会出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日本也是从黑道那种 非常猖狂的时代 通过不停的修法 然后把这个黑道一点点排除 到现在已经捡得很少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这日本的黑道 现在已经这个高龄化很严重了 他们年轻的时候黑道 现在我去 我过去在这个 日本的北海道 北建市就采访过一个黑道团体 就剩三四个人 而且都是七十多岁 八十 最大的老大应该有八十岁了 就是再过几年 说真的他们已经 虽然可能说话很大声 但是说真的 他们说话大声 不是可能不是为了 为了恐吓别人 而是为了别人听不听不到了 所以说这些人 其实已经不可怕了嘛 你打不过牛就跑 他跑不过你嘛 所以说我觉得 这再过几年 日本的黑道 现在两万应该是 我来的时候看一下统计 应该现在是 2021年底是 两万四千一百人 那现在我估计 用不了五年十年 可能就会变成一万多人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日本 渐渐的 如果真的能实现 一个没有黑道的社会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是大家都可以放心的 一个非常好的社会 那么台湾其实呢 你看这一会儿 这里有打枪啊 这又黑道怎么样 台湾的黑道 还是相当这个猖獗的 我觉得日本的经验 是可以借鉴的 就是通过立法 然后呢 一点点的把你们的收入源 切断 然后让你和 把你们和主流社会 切开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黑道一定会越来越少的 那么黑道也 当然你要是真正的 更生的话 社会也要给你 再再更生的机会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良好的 但是政治和黑道 这个这次民进党 推出这个排黑修法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期待 他能够通过 好 先讲到这里 马上回来 我们现在继续报新闻 有一条新闻 是关于这个俄乌战争的 乌克兰 乌克兰的无人机 昨天呢 飞到了这个俄罗斯境内 去攻击了这个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基地 应该是这个销毁了 毁灭了这个两架 这个俄罗斯的战斗机 飞机 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 我忘记了 就是飞过去了 所以我认为呢 这个战争呢 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局面 然后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过去 从2月24日这个战争开打之后呢 乌克兰是一路挨打 但是现在呢 开始反击了 反击了不但一个收复领土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在你的 你要过来轰炸我的飞机 我知道 那我先派无人机过去 把你打掉 打掉的话 我就相对安全了 但是说 换句话说呢 现在乌克兰可以有能力 去到俄罗斯境内去反击了 去反击的话 这个点呢 怎么说呢 今天新闻呢 是这个美国的 总统呢 拜登呢 就是说 不鼓励 乌克兰 深入 这个俄境攻击啊 他就是 这个是美国的一贯态度啊 就是说 怎么说呢 其实乌克兰之所以能撑到现在 很大的原因是 这个是后面有北约嘛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 欧洲各国的支持 给他提供武器 提供各种的情报 现在呢 就是说 作为乌克兰说呢 非常想乘胜追击嘛 因为现在战局对乌克兰比较有利嘛 但是说呢 美国和欧洲 欧盟呢 他们希望呢 就是说 呃 不希望太过于刺激俄罗斯 致使俄罗斯呢 动用核武器等 让使战争升级 就是慢慢跟俄罗斯往下耗 但是作为乌克兰呢 当然希望早日 把这个侵略者轰出去 早日取得胜利 所以双方呢 有这么一个不同的立场 所以说现在呢 呃 但是我认为 这次无人机去攻击的话呢 呃 可能是没有经过美国同意 但是乌克兰呢 现在 呃 怎么说 他说明他的能力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反击了 那我认为战争 已经到新的这个局面了 那么 到底 美国不让乌克兰去 但是说你不去的话 你不过去攻击的话 他的轰炸机过来的话 就可能有乌克兰的乌克兰的平民 乌克兰的孩子 就可能被这个空炸机炸死 那么我们事先 这个先防卫 呃 有什么 乌克兰有乌克兰的理论嘛 所以这个事情将该怎么办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呃 怎么说呢 呃 战争已经陷到这里的话 我就 我觉得双方已经开始了 这个要停战 就是磨合的阶段了 我觉得美国或者中国最近也是有点蠢蠢欲动嘛 就是说想做一个调停的角色了 那么乌克 但是乌克兰 这个俄罗斯是想停战 但是说骑虎难下 他要面子 作为乌克兰说 我受了这么多委屈 挨了这么多欺负 我绝对不会轻易 就是说 做出 以妥协的方式来结束战斗的 所以说我结束战争 所以我觉得今后 这个呃 从真实冲突 已经建了个僵持化 僵持化以后可能就变成外交交涉的主 这个舞台了 那么乌克兰这次反击的某种意义上呢 也让 俄罗斯也知道 就是你不是光你欺负别人 别人可能也会欺负你到头上去 欺负你自己 自己的头上来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对 这个俄罗斯的普丁的 这个打击应该也是蛮大的 就是说你现在不是你去打别人 你自己可能爱打了 那么归根结底的话 我觉得这次战争就是普丁的一个人的战争 他自己发动的 那么如果说 呃 结束的话 也也只能是他自己结束 或者是别人被他拉下来结束战争 我认为这点还是值得关注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认为这个中国的习近平呢 也是现在完全变成独裁者了 那么将来的台海 如果说台海发生任何的武力冲突的话 那也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战争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的乌克兰战争 是对台湾来说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美国啊 白灯的白宫的目标 这美国最近呢 这个现在乔治亚州的补选 好像是民主党又赢了 所以说民主党 我觉得这次 大家事先说的 要有什么红色的海啸的来的 什么要把这个共和党要大胜了 但是现在看来 民主党现在还选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怎么说呢 是拜登的政策得到了这个评价 还是说大家觉得 如果由川普主导的政治 会有一种不透明性太高 所以是大家就是说 最后还是不放心 还是回到了这拜登 我们不太清楚 但至少呢 但是我认为美国的安定政权安定 对台湾来说是好事情了 那么现在白宫的幕僚说呢 拜登呢 可能在新年后 决定是否争取连任 这一点呢 其实过去 怎么说呢 已经有人报道 拜登已经绝对连任了 而且呢 怎么说呢 他再次参选的话 那很可能川普也会出来 就川普觉得这是老对手了 而且对川普来说 这是要报一箭之仇嘛 所以说我觉得川普也出来 拜登也出来的话 那美国的就确实是真是没有人才了 我们四年前那场选举 好险些变成闹剧的选举 那么再有同样的两个阵营 再再打一遍 这个确实是 怎么说让人看着有点哭笑不得了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 都是缺少人才啊 这个怎么说呢 美国按理说那么大的国家 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 怎么都找不到一些 就是说对拜登有利的挑战者 和对川普有利的挑战者 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 一直没有政治信心的出现啊 这点台湾我觉得也差不多 台湾现在民进党好像是 大家只提赖清德嘛 好像赖清德以外 就没有别的人了嘛 那国民党的话 那就是说朱立伦啊 什么韩国瑜啊 什么郭台铭啊 也都是一些老面孔嘛 唯一稍微新鲜一点的 就是侯友宜能不能出来了 但侯友宜的年龄也很大了 也不算一个政治新兴啊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都是 缺乏这个政治新兴的时代了 那个很多国家其实都需要 这个怎么说呢 有一个新人新感觉 现在都是看不到的 美国真的 拜登如果宣布参选的话 这个川普可能也会参选 而且党内初选之后 这两个人胜出的可能又是很大的 四年前我们看到那场闹剧 说不定再来一次啊 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 这个最近呢 有很大 一个是王毅 王毅呢 在这个东京北京论坛 这是视讯的一个会谈啊 然后呢 透过这致辞 王毅在致辞 这个东京北京论坛 我在北京的时候也采访过很多次了 这个是对日本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啊 然后王毅说什么呢 他说历史和台湾等重大且敏感的问题不能越线 且香港及新疆等问题呢 不容日方干涉 我觉得这话说的是蛮重要的啦 这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台湾问题还好 台湾问题因为现在全世界最关心的嘛 中国的中国的立场 历史问题 按理说历史问题呢 按照我的记忆 2015年的时候 安倍首相发表一个战后70年的演说 那次呢中国非要让日本把这个历史问题放进去 也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最后安倍在演说中提到了历史问题 但是虽然提到历史问题呢 这个 就好像中国已经说最后一次嘛 但今天王毅再次提出这个事情 确实我觉得是一个 反正跟中国打交道 他们从来说话不算了 千万不要说这次这是最后一次等等的 然后呢而且中国说不管台湾问题 是香港新疆问题也不允许日方交涉 然后呢但我觉得日本的这个 王毅这么强硬 但日本的外务大臣金方正呢 他回答的时候呢就是说什么 希望透过不断对话建构一个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 也希望呢能够恢复因疫情之后减少的民间交流等等 日本这个说话都是四平八稳 说真的我觉得最近的日本政府确实对中国是比较软弱的 特别是我觉得这习拜会之后啊 习近平和拜登这个见面之后呢 这个怎么说呢 日本可能美国嘛就是说美国对中国不是那么不像过去那么强硬的 日本一下子也有点选软下来了 但是刚才讲的这个不管是岸田文雄还是林芳正 还属于日本的执政党 日本的在野党就更离谱了 这个日本的在野党的这个在立法在国会上 两名在野党的这个国会议员在质询这个岸田首相的时候呢 要求岸田首相明确的说不支持台湾独立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逆谱吧 然后他说这个在日台桥声明这个表示抗议 然后这个怎么说呢 我先说这个在日在日的台桥团体啊 这个叫全日本台湾联合会 这个是由这个赵忠正先生他当会长的 然后还有理事 我过去在日本的时候经常采访 我跟他们都比较熟吧 他们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个在野党说的泰基普 我说一定要这个封住台独的举动 另外希望首相亲口说不支持台独 他说我在录像看看这两个 一个是这个自民党的干市长 立宪民主党的干市长 那个钢田克也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国会议员 叫莫松义归 这两个人呢 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们就是日本的因为在野党嘛 他主要他也是主张这个 我觉得跟台湾在野党比较像啊 说现在日本的执政党 跟他们走一定会把日本带向战争 所以我们他日本是坚决不能转 转入战争的 以这个逻辑 然后就说 因为他说美国 拜登也说了不支持台独 然后呢 所以他说日本 你看美国都说了 日本首相也应该亲口说 但是说 美国说明不支持台独 这个这句话呢 他来自新华社 所以说这个 这几次习近平跟拜登 见面之后 中国的新华社的稿子 一定会写到 在会谈当中 拜登重申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 但是说在美国 华盛顿发表的所有的文章里面 都没有这句话 我认为呢 是中国把这个事情衍生了 就是说 拜登说的应该是 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 然后呢 他再把再一步衍生到 就是一个中国政策里面 有包括不支持台独 就是不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 他又把这个翻译成台独 然后又把这个翻译成台独立 然后把这个中国拿出来 我觉得中国 这是中国常用手段吗 就是把你说的一句话 我给你扩大解释 然后就好像你说的一样 所以说呢 这个日本呢 而且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其实呢 也包括就是反对中国 要改变现状 你不许打他 就是台湾方面改变现状 美国也不符合美国 美国也不支持 然后呢 这个中国要去改变现状 也不支持 就是维持现状 也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日本呢 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说 什么也没有做嘛 按理说 这个 而且美国 拜登总统已经说过四次 要美国要协防台湾这件事情 那现在 怎么说呢 根本 日本 这些话 日本没有任何的协防台湾的 这种承诺 也没有法律 也没有条约的情况之下 如果突然冒出一句 不支持台独的话 这个确实是 怎么说呢 中国会高兴 日本一点好处没有 台湾很受伤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 我看到那个 岸田首相对答的 回答的说呢 对日本来 来说呢 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 有紧密经济关系 与人员网癌的极重要的伙伴 是重要的友人 日本与台湾的关系 根据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 维持非政府间的实物关系 此外 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很重要 有关台湾的问题 期待能够通过对话和平解决 日本至今一贯表明此看法 这是日本的基本立场 我觉得这个岸田首相回答 这句话是比较四平八稳的了 就是说基本上 怎么说呢 还是属于站在台湾的 基本立场上 就是说尊重台湾嘛 然后就是说维持台湾和平 也是拒绝中国嘛 我觉得 这些是 这个回答是蛮不错的 至少我们觉得岸田首相 还没有偏离安倍首相的 基本对台政策 同时我们也要怀疑 就是说日本的在野党 为什么 就是说会在这种事情 搞事情 所以说是不是也拿到了一些中国的 受到中国的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要关注 其实中国对外国的选举渗透 我们前不久看到加拿大 我们看到澳大利亚 当然我们台湾的选举也受到渗透 其实我想日本的选举也一定受到了渗透 所以说这种事情我觉得 碰到这种 台湾应该坚决的出来抗议 然后呢把自己态度表面出来 顺便呢 我觉得我也会在产情新闻写文章 要求是 日本也要建造一所防火墙 防止中国对日本扩大的影响 影响日本的选举 或者影响到日本的政治人物的发言 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